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圣知师阿弥陀佛 请放掌 上一周我们讲了十二因缘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十二因缘的别称 上一周我们解释了 无名言行 行言世 一直到哪里 老死又被苦难 对 无名言行 行言世 世元名色 名色 元六入 这个会不会背 会不会背 会吼 因为你一定要背起来 因为一个就是 无名言世 名色 六入 处受爱取有生 老死 这个是这样背 那另外一个就是 无名言行 行言世 世元名色 那另外一个当然如果是还灭 就是无名灭则 行灭 行灭则 对 这个就不顺了齁 所以你们要 对对对 你看这样就乱了齁 要把它背起来喔 好 你们背起来要思维的时候才会顺 嗯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十二因缘的话 它的别称 又叫做十二缘起 或者称作缘起法 就是简单的来讲 那你看这边标特别标注 十二缘起 重点就是在起这一个字 因为我们讲十二因缘是就十二有之 就是十二个分支 那每一个分支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 无名言行 行言世 那所以从无名为因 无名为缘 所以导致行的生起 所以它叫做 因缘果报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十二因缘 它有因缘果报的关系 因此我们称作因缘 就叫十二因缘 那是强调十二个支分 从第一个无名到最后 老死忧悲苦恼 就是最后一个 那当然如果我们要强调 它的一个接着一个的生起 那么就称作十二缘起 那起呢 一个是前面的第一个支分生起 第二个接着生起 一个一个起 那上一次我们也有讲 灭的话就一个一个灭 那所以如果我们要造业 是不是就一个一个就 业就生起了 所以这个就是业感缘起 我们的业所招感的 这样子的缘起法 所以称为业感缘起 那另外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为缘起法 只是当我们在讲缘起法的时候 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十二因缘 称作缘起法 它整个是一个法则 所以称为缘起法 另外一个缘起法就是 某一个人事实地物数等等 我们以前最常讲的法的这个字 法有正法的意思 就是佛讲的正法 当然法也有万事万物 这些僧 僧罗万象通通称为法 那因此如果我们要强调 这些僧罗万象的法的话 那么每一个法 它都是有因有缘而生起的 这个就叫做缘起法 这样了解 好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戴口罩上课 就是有因有缘 因为有COVID 所以它就是一个缘起法 这样了解 OK好 那我们来看刚刚讲十二因缘 就是十二有之 那既然十二有之 有是什么意思 有就是一种存在的现象 譬如我问你 你口袋有没有钱啊 有 记忆力有没有很好啊 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嘛 没有很好是有还是没有 有可是没有很好 对 所以有记忆力 但是不是非常好 所以还是有记忆 所以它就是一种存在 你昨天有没有去哪里啊 有 就是发生过的事情 虽然它是曾经存在的现象 那你昨天去过了 今天还记得佛 还记得 昨天吃了 早餐吃了什么 现在还记得佛 你说我有吃早餐吗 好像没有 赶着上班都没空吃早餐 所以有是一种存在的现象 所以在佛教里面 我们讲三有 三有就是三界 欲界色界 无色界 每一个法界 这个欲界的这个法界 色界的法界 或者无色界的法界 它都是存在的 直接是存在的现象 那九有就是我们以前 四生九有 现在也常常念 四生九有 同等华葬玄门 这个回向 九有就是九地 九种 九个类别 九个存在的现象 存在的生命 这九种类别 所以这九个就是九地 就是五驱杂居地 五驱杂居地 五驱杂居地 是六道轮回 少了哪一个 对 少了修罗 因为五驱当中都是有修罗 所以称为五驱杂居地 这是在欲界 那四禅天 离生喜乐地 定生喜乐地 离喜妙乐地 舍念清静地 这四地 就是四禅天 还有四空天 空无边处天 世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所以这四个也是四个 四空天或者四地 所以我们全部加起来就是九地 这是存在的现象 那当然也讲啊 刚刚讲 你看这边三有九有 对还有一个中有 中有 中有是什么意思 对 中阴深 所以当我们说中有 他既然叫中阴深 那中有 有就是一种存在的现象 那这边 当然这些有 他是一种存在的现象 可是他跟我们众生的情绪 有没有相关系 有 所以他称为 我们只要讲有 就是一种存在的现象 或者是一种情绪 就是有什么 有情 有意识 所以叫有情识 那所以 那再来 眾生的生 生死果报 有因有果 所以我们看十二有之 为什么称为有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向来看他 一个是有存在 你如果说 现在有或没有 这个就是相对嘛 那一岁还是存在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从众生的情绪来看 另外一个就是从众生的生死果报轮回 有因就有果 有了第一个 就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他会一直轮回下去 如果我们没有脱离轮回 那么他就会一直接着下去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这张图是什么 看得到吗 好 我们先看哦 这一个 叫做 玛雅 就是摩耶 其实他就是主管生死的 其实在所谓在佛教里面摩耶 或者炎魔王 有没有 你们要是念那个 钥匙经 不是有个炎魔王 或者一般会说炎罗王啊 或者摩耶啊 是玛雅 玛雅就是生死主管生死之神 那这一张图呢 其实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很多年前 然后我就给他上色 就变这样 那你看这边 这是看起来是不是像一只大怪物 是哦 所以其实这只大怪物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常常讲的 无常杀鬼 随事在侧 人生是不是很无常 是啊 我们常常要计划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嗯 那所以咧 一切就是无常会变化嘛 那我们来看这个无常鬼 你看他是不是像凶神二煞的样子 先看他有几个眼睛 三只眼 然后鼻孔很大 然后这个看起来就像青面獠牙 你看他头 头发上面这边还有什么 骷髅头 看得出来吗 可以 对 那你看他的手 他的手 这边 是不是指尖很长 嗯 对 那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他就是主管生死的大神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修行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研磨他的掌心 你看他的这个牙齿 他咬的就是最后面外面这一圈 这边是从无明 你们看会有点吃力 从这里无明一直绕过来到最后这里是老死 所以等于他这一个牙齿跟手是抱着 这个整个十二因缘的轮回 这十二有之 你们有人看过这个图吗 没有 好那现在看 那所以你看这边就是无常杀鬼 那无常杀鬼 这里正中间 我们看正中间 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一二三 蛤 三徒二道 你觉得是三徒二道 三徒二道是哪三徒 地狱二鬼出生 嗯 我们讲了三毒是什么 贪吃吃 对 贪吃吃 所以这里代表的就是贪 鸟代表的是贪 然后蛇 这是看得出来蛇吧 然后这一只是 有的人说牛 有人说猪是什么看不太出来 其实可能没有画得很好 对啊 猪尾巴不会这么长 所以这就是画画的问题 对啊 所以基本上它代表的 要代表这一只动物就是吃 鱼吃 所以有贪 贪吃 因此我们看整个十二因缘等等的轮回 最中心的是什么 核心的是什么 贪吃吃 就是一切就是因为有贪吃吃才会让我们轮回 如果我们把贪吃吃都断了 还会轮回吗 不会 所以因此我们讲说你能够脱离贪吃吃这三个痛苦 能够止断我们的烦恼 我们就能够出轮回 那如果没有止断的话 我们看这个外面的圆圈圈这一圈 右边是什么什么颜色 黑色 左边呢 白色 那我们看这一这一个是什么 看得出来吗 牛 对牛 然后这个呢 绿色的这个 看得到吗 后面 可以好 然后在下面呢 地狱 所以猜对了 然后左边这里 这里 这个是人 人上面就会是什么 没有你看这两个 对修罗 嗯 卡住了 你看上面这一个人 他是不是有彩带 身上有彩带 天衣嘛 所以这个 对 这代表就是天人 然后这个看起来穿起 穿着好像盔甲的 就是修罗 因为修罗就称恨心 喜欢打仗 因此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有贪嗔痴 以贪嗔痴为中心 在心当中的贪嗔痴 招感的就是最后面 刚刚我们有讲 十二有之 是不是有情是 而且有因有果 因此如果以贪嗔痴为因 我们的果报 就会到六道轮回 那这里六道轮回 刚刚讲 这边是黑色 那这里是白色 黑色代表什么 对三二道 那为什么是用黑色来表示 没有光明 蛤 没有光明很好 还有勒 为什么用黑色来表示 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很好 没有光明没有希望 然后呢 受苦 对受苦就是在黑暗 人生是黑暗的 嗯 好 所以这个是黑色 黑跟白 在六道当中 我们看了这三个 右边这三个 黑色的是三图二道 左边这三个叫三善道 那因此 对善跟二 它就是善跟二的分别 善跟二差在哪里 其实我们造叶就叫做善叶就叫白叶 二叶就叫黑叶 因此就用这个黑色来代表 跟白色来代表 所以我们最中心这一圈是三 三毒 然后再来外面这一圈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最外面这边 其实还是六道轮回哦 只是前面这边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叶型 刚刚师傅有讲一个是善叶 一个是恶叶 所以用黑跟白来形容 那我们看到这里最上面这三个会是什么 这三个其实是比较好的 就是三善道 因为你在上嘛 那你如果是堕落轮回到底下 这边三个就是恶道 我们先看中间这一个像什么 对像地狱 你看中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人 你们后面看得到吗 可以齁 那这边就好像有牛头马面啊 对还有人 这是不是像有人在那个热汤里面滚 这边也是 然后这里更明显 是不是像牛头马面 这里 这里两个 然后这个是一个锅子里面有很多人 很多人在受苦 很多众生在受苦 然后这里还一个 看得出来吗 一个人在倒掉 看得出他是倒掉吗 对他用锯子在锯他 可是这个人他是颠倒倒过来的嘛 很好 竟然看得出是锯子 你真的是视力很好耶 我这近看不见 你有看有 我比我大 蛤 我比我大 哦哦哦哦哦哦 好你们的比我大 好谢谢 好啊所以这边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人 他身上背上是不是有什么 刺穿的 对啊很多刺啊剑啊刀剑 然后他是往下趴着嘛 嗯 然后这边就好像流血一样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地狱的苦痛 那当然地狱的话 比地狱还要好一点点的是什么 鬼道 对鬼道 那我们看这边 你有没有看到他肚子很大 对 这个这边全部都是二鬼道 那这边也是看起来像牛头马面一样 嗯 好那当然从地狱道到鬼道 然后另外一道是什么 对 畜生道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是不是很多动物 嗯 好所以这边有 嗯有飞的吗 飞的在哪里 哦这边有鸟 这边就是天上飞的 然后这里是水里头的 哦然后这边还有陆地上的 陆地上的动物 嗯 那如果这边是三二道 那往上呢 三善道 我们先看左边这边很明显 这里一看就是什么道 人道 人道这一个啊 这个就是出生 这一个 嗯 生 然后呢 老 老是这一个 你看他是不是驼背 嗯 然后这里 病 因为生病然后拿药给他吃 好所以生老病 死在哪里 对这一个背着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图是在藏传里面很常有的图 但是他每个啊 每一个画匠啊画家画的都不一样 这里画的是有一个人 他背着身上背着一具尸体 因为天葬 之前我没有讲过 嗯 所以他就是背着尸体要到山上去 这是天葬 那你看这边还有人 他在 耕田 然后在打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 你要农作啊 好 那这里啊 就是 看起来像是 老师 在教学生念书 其实他就比较像是喇嘛 那种 出家人 在教 其他人 在学习 好 所以这个是人的状态 有生老病死 然后你还要有为生的方法 嗯 还要有学习的方法 那这里 这一个你看 仔细看这一个 其实这一幅画 跟这一幅画当中 是不是没有完全隔开 对 他这里有一棵树 这一棵树 他是在 这里算是修罗道 修罗道的树 长到天上去了 代表的是什么 修罗刚刚讲 他就是用穿盔甲来表示 因为修罗是贪称 就是贪称式当中的称 比较重 常常喜欢打打杀杀 所以叫做修罗 那修罗呢 他跟天 是不是喜欢打架 有听过 他们喜欢打仗 因为天人有美酒 那修罗有美女 那两边常常不合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 他两边在 这里是天人的军队 那右边这边是修罗的军队 有没有看到他们拿这些箭 还有长脊 对 然后拿这个刀等等 对 然后这边是天人有大象 对 那当然 既然是天人 是不是有天公 这边就是他们的居住的地方 然后天人他喜欢弹乐器 天人也有月神啊 然后这边有人天女 对 献果 贡果给他吃 然后这边也是有侍者 天女侍者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 三图二道 前面从中间的 我们以贪嗔痴为起源 为源头 接着就会造善业 或者造恶业 那为什么贪嗔痴会造善业呢 刚刚我讲了 以贪嗔痴为起源 他会造善会造恶啊 贪嗔痴不是只有造恶哦 贪嗔痴会不会造善 会 好举例 贪造什么善 贪嗔痴 布施 好你贪布施 布施为什么跟贪有关 他就一直想要布施 哦 对 一直布施 那一直布施 执着是在贪什么 哦 有人说贪未来的福报 贪功德 哦 还有勒 哦 贪名声 贪名利 有的人就是我今天布施 一定要让别人都知道 我有 我是大善人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嗯 那这也是一种贪名 可是他一直在造善 一直在布施 是不是也是算行善 可是他的行善 不是纯粹的清净的 而是有杂染的 所以他才称为是贪嘛 哦 好 所以称呢 称为什么也是善 会可能形成善 哦 极恶如仇 好 怒目金刚 还有什么 不错啊 还有勒 称为什么还可以造善 哦 正义感打爆不平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类似极恶如仇 嗯 也是怒目金刚嘛 嗯 好 或者是 你今天用很大的声音去 嚇阻一个人做坏事 有没有可能 哦 因为你很生气啊 他做坏事啊 你就骂他啊 那你是不是某种程度的阻止他做坏事 你也是某种程度的善 可是你是起称恨心阻止他 嗯 好 那吃呢 吃为什么会是造善 有可能吃会造善 贪嗔痴我们都觉得造恶比较容易 可是造善要知道嘛 不然因为我们常常修行学佛 你就会忘记 就以为我自己真的很亲近啊 学了佛啊 很了不起啊 实际上我是不是常常都在贪嗔痴里头打转 嗯 好 我喜欢拉人去参加法会 喜欢 喜欢拉人去参加法会 算是吃 为什么 他就 也是这么有功德 就一直要去拉人家 哦 喜欢拉人去参加法会 是吃 是因为他认为 找人参加法会是有功德 对啊 所以他一直做这件事 贪跟吃 那为什么是吃啊 你贪功德嘛 那吃呢 吃在哪里 执着在那上面 执着在那上面 执着不是就是贪吗 那吃是什么 吃是什么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没有什么智慧 没有因果 没有因果 没有什么因果 他有因果啊 他觉得我找人去参加法会 我就有福报 这不是就是他的因果观念吗 那为什么这个会是吃呢 你觉得不是吃 你觉得只有贪 你觉得只有贪 我觉得他是贪 因为吃是代表我们是 刚刚说没有智慧 然后我们对上的真理不太清楚 对 吃是对真理不明白嘛 那你 可是刚刚讲啊 其实你拉人去参加法会 他的确是贪 因为他贪功德 可是他还是有吃的成分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误以为很多人去参加法会 对我就一定是好的 懂吗 这个吃在哪里 吃在于我不了解 缘起性空的道理 我不了解一切都是因缘 我知道我今天找人来 那么我就可以修福报 他的确有基本的因果概念 但是他的对因果的 这种缘起性空的观念 并不清楚 所以他其实还是一种吃 而且他是已经我一直想要喜 就像他刚刚说的很喜欢拉人去参加法会 他已经变成某种程度的痴迷的话 那是不是也是吃 因为他不清楚 他已经沉浸在这种里面了 甚至你看有一些 有些金色他会 哦 这个 那个叫 比赛 那你招了多少人来参加 参加法会啊 你找了多少人来参加产修班啊 或者你送了多少金啊 那当然你贪这个名是贪 可是其实还有称跟吃的成分在里面 称是什么 称就是 你今天做的 如果人家没有称赞你 你会不会生气 可能表面不会生气 可是心里会有一点点 一点点不高兴 这一种微称 这就是微称啊 只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微称 尤其有时候你自己生闷气 你可能也不见得知道哦 没有注意到 或者你我们把自己的生气把它合理化 我看不惯某人的行为我就生气 那我生气我觉得都是对方的错 我们忘记看我们自己心当中的烦恼是什么 那如果忘了这一部分的话 就表示我们的痴心很强 痴心很强才会这样 我前不久就是搭捷运 那搭捷运呢 前几天搭捷运就是 有个妈妈跟女儿在一起在月台上 我已经就是进了车门了 那进了车门 其实铃声一响是不是就不可以进来了 可是妈妈就冲啊 顾着自己就 就往这个车厢里冲 结果妈妈一进来 那个门就关起来了 女儿就怎么办 在月台上 女儿才小学 那女儿就在那个月台上 一直跺脚一直跺脚 一直喊妈妈 然后妈妈就一副 傻傻的这样看着她女儿 就在那边比东比西 不知道在比什么 然后那妈妈还一副不要紧的样子 女儿都快哭了 但可能车长有看到 所以那个列车长就又把门又打开 然后这女儿就冲进来了 冲进来就一直打妈妈 一直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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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捶妈妈 然后说你怎么不等我 什么的我身上又没票 她身上没车票啊 那你跟妈妈分开了 其实如果她够聪明的话 妈妈会到下一站下车站那里等她 那女儿就搭下一班 两个就可以会合 可是人在情急之下 你是被分开的 而且她才小学生 所以她会害怕嘛 难免 但是你看她一进到车厢里头 她是抱着妈妈 那是不是一种贪爱 因为你就是母女之情 所以她是有贪质的 有这种执着 可是她气妈妈丢下她 所以她就一直打妈妈 这个叫什么 撑 对呀 那吃就是她不是很清楚 就智慧不够 她不知道 其实就是到下一站再等就好了 或者她觉得 你怎么恶意丢下我 或者你根本不管我 这个就是从贪跟撑里面 其实源头还是不清楚不明白的吃 对 那你说整个世界妈妈有没有吃啊 有啊 妈妈只管自己跑啊 不管女儿 对呀 所以我们看这个 我们一个事件当中 其实常常我们会觉得 我只有贪 或者只有撑 只有吃 实际上我们常常是贪嗔吃三个 等分烦恼全部都具足 那因此我们在行善的时候 也常常 我们常造恶一定都是贪嗔吃 这不用讲 可是行善 常常 当中附带的也有贪嗔吃 我们自己没看清楚 或者有的人他今天我觉得我造了善业 我应该会有善报 但是你的善报可能不是马上有 那不是马上看到你的善报的时候 你就会反而起烦恼 就是起了撑 起了撑 我开始可能就会怨天怨地 所以之前我就听到有一个居士 他就是本来学佛 学了佛了以后 结果他的小孩子出生没多久 那 没照顾好 发烧 结果小孩子变什么 变成就是只有两岁的智力 然后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行走 都要用那个助行器 那因为这样 你看是他自己没有照顾好小孩嘛 那结果小孩生病发烧 就变这样子 那小孩现在已经十几岁啦 可是就看起来像两岁的样子 都没有办法表达 只会傻笑 那因为这样 从此以后他就对佛法失去信心 他觉得我有学佛啊 为什么佛没有保佑我 那你说这是不是贪、撑、吃都含在里面 是佛没保佑你 还是你自己没有照顾好小孩 还是小孩自己的姻缘等等 这些种种都是因缘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 可是我们常常受苦的时候 指头就会 手指头就会比向某一个 要找一个戴罪羔羊 所以从此就对佛法失去信心 他觉得我学佛没用啊 所以这样子的学佛实际上就是一种 对价关系 你要有一个德 一个某种德 某种满足 所以像前几天就有居士说 我们学佛好像很多 一开始就是想要满足我们的心愿 我要去求东西 去拜拜 或者去 像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 他在讲说 很多妈祖啊 出巡等等 不是会有伤 带来很多伤机吗 那你带来很多伤机 他这些周边产品 卖最多是什么 还是跟神啊 这些保佑的东西有关的 那代表就是我们心灵需要一个依靠 那这个依靠是什么 很多不是让我学了以后 我心能够清静能够做主 大部分还是我希望我能够拜 然后拜就会来保佑我 家庭顺利 事业顺利 身体健康 无烦无脑 都没有白头发 做什么都是 对啊 做什么都非常好 那这个是不是都是一种求 这是世间的求嘛 所以在这样子的世间的求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们造的是善业 但是我们还是在六道当中轮回 还是没有办法处理 好那这边我们等一下 再来看最外面这一圈的 十二因缘的十二有之 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个生死大神 这生死大神的两边 我们看左边这里是 月亮 那另外一边呢 就是佛 所以你看佛的手指向什么 指向刚刚的月亮 这代表就是 虽然我们是在生死轮回当中 我们一直在打转 有没有出离的机会 有啊 见月嘛 我们看到月 月亮不是只有在外在的月亮 是我们心当中的明月 心当中的智慧跟清明 我们的自信菩提 那自信菩提是谁告诉我们的 我们本具的啊 可是总是要人指出来 这是谁 就是佛陀指出我们本具的菩提自信 我们指出我们本具的智慧 清明的心 那佛陀怎么指出来 他就是借由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一直在受苦 就是刚刚讲的三二道 还有善业 恶业 还有十二有之 我们在这个六道当中轮回 只要我们看清楚十二因缘 我们看清楚种种的缘起法 那么我们最后就能够断 贪嗔痴三毒 就能够出离轮回苦 最后我们就能够反观自信 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清净行 所以我们是靠佛来指出这一条修行的大道 可是真正要修行的是谁 还是自己 所以佛只是指出这一条明路 可是要去走这一条路的还是自己 如果我们不肯跨出去 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十二因缘 所以我们要学习十二因缘 就是要知道苦从哪里来 如何断苦 断苦的方法是什么 刚刚讲的这中间的谈成痴 还有外在的黑夜跟白夜 那这里代表的是三善道是上面 那我们如果堕落的话 就到底下的三二道 好 那我们来看十二因缘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你们的讲义 在第五页 第五页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这十二因缘 我们来解释这十二因缘十二有之 以下就是这个讲义当中师父所列出来的 这十二有之都是出自于智者大师 天台中智者大师他所住的法界次第出门 法界次第出门你们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看 它其实有点像是小小本的这词典 但是不厚就薄薄的而已 那再来就是他这个法界次第出门里面 引的这十二因缘的解释 实际上大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出自于大制度论 他等于是从大制度论引出来 然后稍加修改而已 所以这个是在大制度论的卷武里面 我们看第一个十二因缘第一支 第一个分支叫做无名 过去是一切烦恼 通是无名 因此无名大概的来讲 总括来说就是过去 因此我们看到十二因缘的无名跟行 代表的是过去 生老死代表的是未来 从事到有 代表的就是现在 这个是三世十二因缘 这下周我们会再仔细说 所以过去世的所有的烦恼通通称作无名 为什么 以就是因为 由于过去未有智慧光明故 则一切烦恼得起故 是以过去烦恼稀释无名也 就是智泽大师跟龙树菩萨 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 所有一切过去的烦恼啊 这些都叫无名 那为什么要把它称作无名 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生 没有智慧光明 这也就是为什么 刚刚你们有人说 三二道 他是用黑色代表 因为是黑暗的 没有光明 没有希望 甚至让人觉得说 好绝望哦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所以看不清楚 那么有鱼吃当然看不清楚 所以就是没有智慧光明 那么既然没有智慧光明 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烦恼 所以烦恼得起 我们看如果我们在黑暗当中 就好像你在睡觉 如果都完全没有点灯的习惯的人 你半夜起来要上厕所 是不是整个是黑暗的 那你黑暗你是不要开灯 你才看得到 你如果没开灯 是不是一走 就很容易跌倒 当然如果是你自己的房间 你已经很知道哪里有东西 可是有时候可能 你自己摆了桌子椅子 那个有点稍微挪动 你忘记了 那你起来又是急着上厕所 是不是会有时候会不小心 就会撞到东西等等跌倒 那这个就是在黑暗当中 代表的就是我们没有智慧 没有光明 我们就很容易犯错 已犯错受苦的还是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通称过去的烦恼 都叫做无明 那更仔细来说 在十二因缘当中的无明 代表的就是不明白无常苦无我的道理 不明白无常苦无我 无常我们都知道 一切都是一直在变化 所以叫做无常嘛 它不会固定的 那苦呢? 无常苦无我 这三个很重要哦 大家一定要记起来 因为不了解无常就会产生苦 那么其实最主要根本 还是因为无我 你不了解一切都无我 我们执着这一定是我的 执着这个色身就是我 或者执着这个色身就是我的 就像前几天有个居士 有烦恼来问我怎么解决 他说有东西明明这个是他的东西 他说师父这明明就是我的 为什么要我放弃 他一直强调东西是我的 我要拿回来 那过程我就不讲 因为这是他的思事 但是我们要知道强调在这里 他说东西是我的 我要拿回来 我以为这东西价值不怎么样 因为有纪念性 后来一听 哦原来价值不菲 所以分析到最后我就说 你刚刚说是你的 但是分析到最后 其实也不是你的啊 然后他就 对啦 你推到源头也不是 名义上好像是你的 可是你在一直很多事情 我们一直往前推往前推 你就会发现 我一直执着在现在 我迷在现在 我看不到过去 所谓的过去不是过去生而已哦 你可能这一世的 昨天也是过去 或者去年发生的事情 十年前发生的事 我都忘记了 所以我们常常会执着在这里 以为一切都是我的 但是真的哪一个东西是我的呢 没有啊 哪一个是我的 没有 一切皆无我 一切皆非我 所以我们想要把东西一直抓着抓着抓着 抓不住的 最后还是会流失 嗯 对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受苦的根源 就是来自于我们对无我不清楚 对苦不清楚 对无常的意义 他的概念 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状态不了解 那个是叫无明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贪嗔吃的吃 所以吃最简单来讲就是无明 就是不知道无常苦无我 嗯 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会受苦啊 知道了还会受苦吗 不会哦 所以如果很多人跟你说我知道因果啊 你真的百分之百知道因果 你会受苦啊 不会啊 你就不敢啊 不敢造恶业啊 就是因为我们对因果的概念不是很深 所以才会造恶业嘛 嗯 好 那来看下一支是行 行就是从无明产生业 所以你看哦 业即是行 因此从我们讲无明原行 从无明产生的行 行就是业 那就是有什么业呢 善业不善业 能做世界果故 故名为行 这里的能做世界果 意思就是行是前面的这些业 然后业因业缘业利 然后他能够形成世界 世间 世界就是世间 这世间当中的种种果 这些最主要当然是苦果 所以这个是行 那我们来看行有两 一般会讲两个定义 一个叫造作 一个叫牵流 那么还有另外第三个是什么 招感 所以招感最主要是它的作用 那造作我们行就是业 就是造作 譬如说我今天在走路是不是行 那行它就是一种动 一种动作 那你在写作业 你看这里造作 我们以前好像小时候都在写作业啊 师傅是不是也常常给你们出作业 都是不用交答案的 这个就是作业 那你自己要不要做 做的就是你自己的业啊 你可以是染污业 你也可以是清淨业 我边写作业边一直抱怨 哪有这么多作业 谁都写不了 那它就是你在认真的写作业 它造理应该是善 可是边写边抱怨 它就有杂染在里面了 它就没有完全善 所以这边业有三种业 一种叫善业 一种是不善业 另外一种是不动业 不动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四生九友的九友当中 不是有色戒跟无色戒 色戒跟无色戒最主要都是禅定 那这个禅定就是不动业 所以这有这三种业型 那么你就会有不同的果报 那行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叫千流 就是相续 千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流 当然就是好像一整片的水流下去 就像瀑布一样 所以我们说这个念头 这个烦恼啊 或者是我们的意识种子如瀑流 像瀑布一样一直流动 所以千流是一种相续的意义 那因此刚刚前面讲的行 有善业不善业跟不动业 那你这样整个造了业以后 它会产生一股力量 于是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千流就是一种业力 就好像我们看 你看那个尼迦拉瀑布 有人去过尼迦拉瀑布吗 有人去过 那尼迦拉瀑布 它是整个水这样子 好像是一秒钟就几顿嘛 这样子这么大的冲击力下来 你说它力量是不是很可怕 你如果是善业跟恶业 这么强的恶业 你会觉得很恐怖 如果是这么多的善业呢 那又不一样了 就值得赞叹 因此它就是一种相续的力量 那我们能够从行这个有动 最后它刚刚讲能做世界果固 所以表示它有这个能力 行有这个能力 因此它有招感力 它有招感的作用 那么产生的就是业果业报 因此从这里行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以前师父最常讲的 业因 业缘 业果 业力 业报 因缘 果报 业因 业缘 业果业报 当中还有一个业力 所以因缘 果报 业这五个 要把它记起来 所以就是从行 不管你是善或恶 或者是不动业 它都能够招感你的业果 那业果最后 你就是你如何用什么报应 如何去承受它 因缘 果报 业因 业缘 业果 业报 业力 这五个要一起谈 当我们在谈因果的时候 这五个不可以分开 因为你今天中了因 它一定要等缘成熟 有缘 对不对 加进来 条件加进来了 你最后才会开花结果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成熟 所以如果你今天造了善业 或者造了恶业 你没有这个缘 它还会成熟吗 不会 就像你今天 种一朵花 你的种子播种下去 譬如说你想 啊我想要吃铜蒿 所以你就去买了铜蒿子来种 那么这是不是因 结果你买了 你也不给它浇水 你也不给它阳光 然后也这个土也没给它弄得很好 所以你还会有铜蒿菜可以长得出来吗 长不出来啊 那你没有果嘛 那你有享受铜蒿菜的这种 爆吗 就没啦 有果你才能够享受的这个爆嘛 那你就没有 那所以这个是夜阴夜圆 夜果夜爆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 是就是从形生构心 表示这个是 我们常讲转世成智 所以是它是属于染污的 因此这里才会说构心 构染的心 那如果是有智慧 不是鱼痴 当然就是清净了 那这里的譬喻它说出生 因如 什么出生就是你刚开始的生的这个因 是什么就好像独子 就像小牛 那小牛是母自相识 你看这些动物很特别 它一出生它会认得第一个在它旁边的就是它的妈妈 大部分啦 所以是母自相识 它一出生看到这个妈妈 它就知道这是我妈妈 好所以它叫做是 就是认识的意思 所以把它当做是 那这个是呢 最主要指的就是父母交会出 父母交会就是父母交合 那父母交合这时候 就是最刚开始的这时候 欲脱胎时之名 想要脱胎 你就是一般我们在佛教里面讲说 你怎么样投生到这个人 就是你跟你的父母有情爱关系 你对他有执着有很强的这个业因业元业力的牵引嘛 所以你看到父母亲在交合 父亲母血结合的时候 你就是起了一念染心 你就会投胎 所以这个就叫做 将要投胎之时 这个称为是 下一个明色 从是生非色四因 即所注色因是明明色 即是哥罗罗时之名也 所以前面的无名形到是 那你去投胎了 进到妈妈的肚子里面 那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从一刚开始的受精卵 然后一直到胚胎等等慢慢长大 那你一刚开始受精卵 这时候呢实际上他的名 他就叫做明色 因此这从是就是上一只 从因为有是去投胎 就产生了非色四因 我们讲五蕴 就是五音 那五音当中有四音是 受想行事 就是四音 这四音不是色直 他不是物质 所以叫非色 意思就是心的部分 他是精神 那所注色因 注就是你依托的 你依止在哪里 他注在哪里 注在刚刚讲的这个受精卵 所以受精卵就是你的色因 这样了解哈 所以从是去投胎 就产生了四音跟这个色音 加起来就是五音 也就是五韵 这个叫明色 那为什么他称为明色 是为什么不直接 给他叫做生跟心呢 因为他整个身体的形状 有没有出来 还不明显啊 你刚开始投胎的时候 是不是就一个小小的 那所以这个是物质 我们就用色来代表 那心的话 因为他这个四音 或者四韵 他的作用 还不强 所以受想形式 他有 但是比较薄弱 不明显 那因此 我们把它称为明字 所以就称他为明 这就是明色的由来 这样知道了哈 所以我们当时讲 五韵身心 可是我们这个阶段 就不称他为身心 而是称他为明色 就是这样子来的 只是有四韵的明 可是四韵的作用 还不够强烈 那刚刚我讲啊 这个明色 这个时候就叫做哥罗罗 哥罗罗是泛语是卡拉拉 那他的翻译过来 我们的中文的意思叫凝华 凝就是一种凝结 因此这里说 腹筋母卵 初刚开始 一刚开始 合合凝结 交合 结合在一起 那特别是指他瘦生 刚开始 就是这个瘦筋卵前面七天 第一个礼拜的状态 他就好像是一个凝华的 小小的东西 所以我们称他为哥罗罗 到了第五个六入 六入是从明色中生炎等六情 是明六入 炎等六情 炎耳鼻舌生意 这个叫六入 你看刚刚那个从是 有没有意识 六入是不是炎耳鼻舌生意 对啊 意根啊 意根是不是会产生意识 对 好 那你前面的无名形式 是是不是一种意识 你有意识去投胎吗 我可以认得清楚 这是我的爸爸妈妈啊 嗯 然后下一个明色 明色刚刚不是有讲 你有 非色四音 对啊 对啊 受想形式 是不是含在里面了 那所以是 是不是从第三个 第三支 一直到现在 是不是都含在里面 对齁 那无名在不在 也在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第一支 十二音源第一支无名在 然后后面就都没无名了 无名一直都在 但是藏在背后 你没看到 还以为 我是对的 我们都觉得 我是对的 可是当我在宣称 我是对的时候 这个我是这么的膨胀 你根本没看到无我 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看不惯别人做的 可是实际上很多是我们不了解整个因缘果报啊 你看不到 然后就用自己的想法 很强烈的见取见 以我自己的知见为知见去判断去指责别人 从这当中生了很多苦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从无名从第一支到最后面 老死无名都永远都在 意识在不在 在啊 那你的已经造的业还在不在 在啊 行就是业嘛 所作业不亡啊 所以还一直都在啊 好那明色 明色就是生根心嘛 那你到六路的阶段 你的生根心在不在 也还在啊 所以这里从五炮初开以来 即是六路明也 所以这里的五炮 其实就是小小的一个 像刚刚前面是那个凝结卡拉拉嘛 那这五炮 其实就是指小小的这个东西 就是你有可能 譬如说 我们刚刚前面讲 卡拉拉 哥罗罗 他是第一个礼拜 那但是从第一周之后 他会一直在慢慢慢慢的变化 所以这是从小的 这个细胞一直在长大长大 所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所以他说从五炮初开以来 即是六路 所以其实这个六路 有的他会说 是刚开始受孕的前面几周的阶段 他就称他为六路 那有的就说 哎没有啊 其实慢慢的 六路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也就是他的这个六根的作用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了 那譬如说像 有的妈妈他怀孕 他会说 他感受到他的小孩子在动 或者在踢他 或者甚至有的妈妈 会觉得 他小孩子好像还蛮开心的 这是母子连心 那表示这个孩子的六根 是不是已经越来越强了 所以这个就成为六路 那六路 这个是在肚子里面的六根的作用 可是慢慢的小孩子出生 这边的处 最主要是指的他出生了 那他的六根 炎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跟外在接触 所以他说 由入对成 情成是和是名为处 这个情就是刚刚说的六情 也就是六根 六情根 我们有一句话说 至心忏悔六情根 有听过吗 有 你们如果三月有去台中受八观仔节 就知道 我们有念过六根忏悔法 至心忏悔六情根 忘记叫正常 还记得的叫不正常 好的现象 好 这个情就是我们的六根 然后对六成 所以情根成 那是不是产生什么 六根对六成产生六事 所以他说情成是三个和和 叫做处 就是他整个接触了 所以六根处六成 即有六事生 故名情成是和也 和就是相和嘛 相处 所以我们才会说 我跟你接触 就是两个人和和 或者我甲跟乙不和 有抵触 好 这两个观念 有抵触 那既然有抵触 是不是有一种相对 是吧 好 好 那这边就是 最主要就是六根接触六成 所以产生六事 那重点就是在于这个处的部分 你如果不接触 还会有六事产生吗 不会啊 不接触你就是 残没膠 水没劳 断掉了嘛 嗯 那你眼睛乱看 才会起烦恼啊 眼睛乱看 才会一直批评啊 好 好 再来 下一个 有了处就有了什么 嗯 受 感受 从处生受 故名为受 这个受就是感受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 有的时候 他会翻译成 有痛啊 痒啊 等等那些感受 好 即是因六处 处六根 即领受六成为六受也 所以这里的受 最主要就是领受的意义 我今天接触 所以你有感受 就像刚刚师傅问大家 上课前问你们 有没有觉得很热啊 有人说热 有的人说不热 那你觉得热或不热 是你的身根 你的皮肤 跟外在的空气的接触 这样知道齁 在你接触会产生你有热感 跟产生不热感 或者产生良感 就像师傅比较容易怕热 有的人怕冷 我穿夏天 他还可以穿外套 所以这个是什么 你的感受不一样 你的身体对外在的 这个冷度的感受不同 有人特别怕风 你看有些人 就会把自己包得紧紧紧 有的人就不怕 所以你这个就是我们六根 对外在的六成的感受度不同 好 然后再来 那既然受的话是一种感受 我们就知道有三种受 苦受 乐受 不苦 不乐受 不苦不乐受 又称为舍受 或者中庸受 舍是什么意思 舍就是一种 某种程度叫做平等 他不偏向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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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似无量心是什么 慈悲喜舍 所以他也不是偏慈 也不是偏悲 也不是偏喜 他是一种平等的状态 所以叫舍 叫慈悲喜舍 那这里的不苦不乐 他也不是苦 也不是乐 他没有偏向哪一个 所以他叫做舍受 所以舍不要把他想成是舍弃喔 所以在这里他是属于不偏向哪一个 所以他当然又称为中庸受 那什么是 有哪一些是苦受啊 有哪一些是苦受 好譬如说 刚刚说觉得很热 算不算 你觉得不舒服 热会 像台湾就是很湿很黏嘛 那你就会不舒服啊 是不是一种苦 对啊 蛤 要上班工作也是苦 你拿到薪水就 就乐 还是拿到薪水就想 我又要缴税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可以 就像以前不是有个比喻 半杯水 到底是 我好棒 我有半杯 还是 我怎么只有半杯 还是想 是谁把我另外那半杯拿走了 好 所以就是 是苦 是乐 就是我们的心当中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苦 你不见得觉得苦啊 就像我们刚刚讲 有的人觉得 同样的温度 有的人觉得是热 有的人觉得是冷 所以你的感受的程度是不同的 那至于感受程度不同 除了我们的色身的因素之外 很多其实是心理的因素 就像我们有时候 你今天的承受的压力 同样一个压力施加在你身上 一样的压力哦 好 譬如说我一拳打过去 你是很健康的人 你不痛不痒啊 好像蚊子在钉里 你如果是很瘦弱的人 同样的力道打过去 你会 就倒了 承受度不同嘛 那所以这最重要最主要 都还是自己心当中的承受度 所以你遇到这些境界 他可以是苦受 还是乐受 完全取决于心 如果你能够完全不动 也不苦也不乐 那也更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爱 从处到瘦到爱 从瘦中心着 这边的心着就是执着的意思 从因为产生瘦 然后心当中产生的执着 产生的贪着 名之为爱 位于所领受六层中 心生可爱 所以我们看到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 这六层境 我们就产生了可爱心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里虽然是爱 它其实是隐含的 另外它的相对的称 这个增 增爱就是厌恶的意思 所以这里的可爱 它的另外一半叫做增悟 增悟也是算在这一支里面 好 那再来 你如果爱你就想要怎么办 取就要拿到 就像我刚刚看到有一只小墙跑过去 你如果讨厌小墙的人 这个就是什么 产生增悟心 那你产生的增悟心 你会想要去 哎哟小墙好可爱喔 会吗 不会 刚刚有人举手就会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要 真的啊 我真的看到小墙过去啊 哎有的人喜欢玩 任何人都有啊 你看有些人 你看样子他就不喜欢小墙 很多人每一个人的不一样 你看有的人会把什么当宠物有沒有 有的人把蛇当宠物啊 有的人看到蛇就哎哟好恐怖喔 吓死了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 他只要看到蛇这个字 看到字喔 他就那种恐惧心就起来了 他不用看到实体 光听到声音或者看到这个字 他就 那我不知道他小学的时候 怎么学习这个字的 可能很可怜 因为他是天生的 他说他天生就很怕蛇这个字 然后声音讲到蛇啊什么 他就开始觉得恐惧感就升起来 这不知道过去事是什么 那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些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嘛 所以你喜欢蛇 他讨厌蛇啊 恐惧蛇 害怕蛇 人喜欢小墙啊 觉得很可爱啊 我在德国的时候 那个德国的法师他跟我说 我问他说 这个食物要不要收起来 会不会有蟑螂 他就跟我说 德国没有德国蟑螂 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至少我们柏林没有德国蟑螂啊 他说台湾才有德国蟑螂 我们柏林没有 我不知道啊 他讲的 我的确在他的道场 是没有看到德国蟑螂 大蟑螂小蟑螂都没看到 蚊子也没有啊 都没有啊 没有蚊子没有蟑螂 没有老鼠什么都没有 食物都随便放都没关系 对啊 然后罐头啊 什么开的这些东西 都不用放冰箱啊 也不会坏啊 可以放很久 啊我们就是 动不动东西 就一定要冰起来 不然很容易发明 因为台湾潮湿嘛 所以每个环境不一样啊 在台湾我们可能 18度 17度 你就说 好冷喔好冷喔好冷 有没有 对啊 台湾人就是这样啊 对我是台湾人 可是17 8度 我觉得很舒服啊 最舒服就是19 20度 我觉得太舒服的状态了 然后到17 8还好啊 14 5 有点凉还好 我在德国的时候 那7 8度 我就穿个卫生衣 跟一件外套而已啊 对啊 那台湾你的7 8度 你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 受不了了 然后开始要冻伤了 觉得我没有办法动了 对啊 我在美国那个 零下20几度的时候 就觉得很冷很冷很冷 可是但还好 觉得很冷 但是没有到那么恐怖 零下20几度好像太夸张齁 还是很冷啊 对 但没有像台湾这种湿冷 这么可怕 所以一切是不是都是我们的感受 那刚刚讲到 你如果爱 你就会想要拥有它 我今天喜欢小强 你就可以把小强 把它抓来玩弄啊 可以玩弄啊 或者把它抓来当小宠物啊 就像我小时候会去养蝉 那你就觉得很可爱啊 蝉宝宝很可爱 就在你身上爬 啊 对啊 我小时候真的这样啊 现在叫我养蝉宝宝 我会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太软了 好像没有想要玩它 就不一样 所以你喜欢的你就要把它 他战维吉有这个叫取 把它拿过来 讨厌的 你是不是要把它推走 我看到小强 为什么刚刚会有这个想要打的动作 是因为我讨厌他有争悟心 所以我不要他 我要把它推走 这个就是 取的相反 就是 气 舍气 所以他说 从可爱因缘求 你想要求他嘛 求得 所以好像有的人很爱钱的 你就会想要求 求财 然后去求上上千 中中千 什么千 看到下下千 你就难受 看到上上千 你就很开心 这个就是去求 好 市民为取 为求取所爱之成 因为我们要去追求 我们所可爱的 所喜爱的成敬 这是取 下一个有 有 从取则后事业因成事名为有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前面的去 因为有贪爱 有可爱 然后你就会去直取 想要去拿取他 那拿取你一拿到就是什么 产生 刚刚讲有的一个定义 叫做存在 所以你从一拿到他 然后就产生了一个结果 因此他说 从取则后事业因成事名为有 也就是刚刚说的 有业果 有业报 有因有果的有嘛 所以这里说 因能有果 故名为有 所以从因当中你 这里的因是什么 就是爱跟取 然后产生了取 就是一种动作 所以有一句话他说 无名爱取 三烦恼 行有二知 属业道 从事至受病生死 七知同名 亦苦报 或者亦苦到 下周我们来上 一念十二因缘 好 再讲清楚一点 那你就会看到 这个从 因为有因有果 是一种产生的果报 好 那既然有呢 接下来就是下一辈子 你有啊 那你造二业啊 然后最后会不会死 会啊 好 所以又死又生 又死又生 所以他说 这个是下一世了 下一世的出生 从有还受后世五重之身 后世就是下来 下一世 那你下一世的色身 或者是心 合起来就叫五重 也就是五蕴之身 这是不同的翻译 那既然下一世有五蕴之身 这又是出生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四生六道当中的受生 我们要去投胎受生轮回 最后一个老死 从生五重 生熟坏 就是我们生到最后啊 生你会觉得 欸熟好像成熟很好 但是他熟就是一种成长 越来越纯熟 可是纯熟到最后熟透了 就叫熟坏 我们的水果 食物会熟透 最后就会腐烂 我们的色身是不是也会熟透 最后会坏掉 所以这个就是五重生熟坏 所以这里五重生就是我们的色身 跟心五蕴 这个就叫做老死 既然有老死 他千代的一定是幽悲哭泣 种种愁苦 重脑合疾 所以这个叫幽悲苦恼 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轮回 我们看不清楚 所以有老有死 我们就会幽悲哭泣 如果我们看清楚了十二因缘 看清楚了这个六道轮回 还会有幽悲哭泣吗 还会不会有 不会啊 前不久有个居士就跟我说 他觉得他 因为他生病嘛 他就说他应该也不久 就要不久人世了 虽然不知道还可以活多久 但是他已经帮自己买好骨灰旺了 他跟我说 师傅我去挑了一个很好看的骨灰旺 他真的买啦 虽然还没有要死 可是他就已经预就是规划好了 嗯 所以他就是 反正人到最后一定会走上这条路嘛 所以就是去接受他 了解他 认识他 这样子 好那我们到最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思维题 为什么造善业能够 依然是属于世间的生死轮转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稍微讨论了吧 好那我们再进一步 为什么 为什么造善业是属于世间的生死轮转 应该这么说 造善业会不会出轮回 觉得造善业会出轮回的请举手 只有一个 有一个举一半的 为什么你举一半 你觉得会不会出轮回 会 对 出了轮回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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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你是大菩萨心回来的 不然你出了轮回怎么还会回到世间呢 对啊一定是成愿再来 你不可能我今天已经出了轮回了又堕落 没有这回事 如果出了轮回又会堕落 我们就不用修行了 嗯 对啊等于修行没用嘛 我出轮回为什么还会再堕落 就像你证到阿罗汉 其实有一种说法是说有所谓的退法罗汉 但是那个我从来就搞不清楚 我无法理解 你已经证到罗汉了怎么还会退 如果我今天证到罗汉就是出轮回了嘛 那你出了轮回还会再退 退回来这世间 表示你贪嗔痴已经断了 断了结果贪嗔痴又回来了 有这种道理吗 爱欲断者如四支断不复用之阿 怎么可能你已经断了贪嗔痴了 然后贪嗔痴又再回来 如果我们今天修行断了贪嗔痴 结果又再造贪嗔痴 你不用修啦 因为修行没意义 对啊所以有一种 对啊 你罗汉果你已经出六道轮回 你就不会再回来受苦了 嗯 你就不会回来受苦了 如果你还会回来三界 那表示你是成愿再来的 你不是真的受业力牵引 回来六道 懂吗 我要强调是这个 但是有一个说法叫做 退法罗汉 就是你已经证到罗汉 你还会退 所以我就一直无法理解这个 但是真的经典 其实不太讲这个 是有一些论 有些论柱他会说 有所谓的退法罗汉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的论点是什么 因为看都看不太懂 好 那所以这边就讲说 你如果造善业 既然有业 而且刚刚讲的善业就是白嘛 白业啊 那是不是还是在六道当中轮回 因为这个善业它不是完全的清净的业 它还是带有杂业 所以还是会在六道当中生死流转 所以要到完全清净的没有杂业的业 才会出轮回 那既然造善业没有办法出轮回 为什么要行善 至少在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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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在善恶道当中受苦 所以还是要修善 很好 还有没有什么答案 因缘果报 因缘果报 对 好 那既然行善的话 虽然是在还在世间当中轮转 可是至少是在善道 那么在善道我们就多一点乐 少一点苦 就是世间 还有既然我们能够行善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往上 如果我们造恶 我们一直在三恶道当中打转 你身心都是煎熬的状态 那实在是太可怜 可是如果你能够行善 是不是我今天到了三善道 有一天我再继续再加油 是不是就可以再出轮回了 所以还是要行善啊 因为行善会让我们比较属于在一种乐的状态 那这个乐的状态 你没有这么多的抱怨啊 好痛苦啊等等 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慢慢的 你就有这个身心的清静的状态 能够去学习出世法 不然是没办法 像昨天有位居士就问我 他说我们都知道要修行 啊修行到底是要做什么 到底为什么要修行 修行是要做什么 他也学佛了很久啊 他也没有觉得修行不好 也觉得修行很好啊 可是有时候还是会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修行 所以这给你们的功课哦 自己想一下 为什么要修行 然后呢修行又是修什么行 刚刚我们讲的行有 善跟恶 还有不动 善业 恶业 不动业啊 那如果你要修行 你要修哪一种 不动就禅定啊 可是禅定是不是最难修的 给你半小时 看你是要去打坐 还是要去诵经 还是要去除波洗碗 去打扫 半个小时你会想要 比较想要拿来做什么事 自己想一想 你就知道你跟哪一种业 比较相应了 或者半个小时你就是 这样懂意思了吗 或者半个小时拿来吃喝玩乐看电视 你半个小时会做什么 你就知道你自己是属于善业 恶业还是不动业 好我们看下一题四位题 十二因缘当中的行之 是第几支 第二支 五运当中的行运 知道哈 我们刚刚一直讲色寿想行尸 好 那行之跟行运 跟三苦当中的行苦 三苦苦苦坏苦 跟什么苦 刚刚没有讲到三苦 行苦 行苦 苦苦 坏苦 行苦 刚刚讲的是 有苦受 乐受 不苦 不乐受 对不对 那苦受就是一种 不舒服的感觉 不惬意 不示意的感觉嘛 那这个苦受又分成三种受 嗯 所以就是苦的感受 那苦当中有三种苦 这三苦就是刚刚讲的 苦苦 坏苦跟行苦 苦苦就是它本质上本来就是苦 譬如你现在如果不小心跌倒了 破皮了 然后脚受伤化膿 它是苦还是乐 苦 因为它本身就是用逼破 所以我们上周有说苦即灭到的苦 就是逼破苦 所以这称为苦苦 那坏苦就是它本来很好 结果 它变坏了 那譬如说你今天去 买了一个 譬如说母亲节快到了 对不对 你就很高兴去订了一个素膏 那这个素蛋糕你很开心拿在手上 结果掉了 那是不是你还会快乐吗 就没了 所以这个叫做坏苦 它会变坏 本来你拿到这个素膏是很高兴的 结果它一掉了 那么你就是变成坏苦 或者你今天去订这个素膏 你在网路上看 以为它一个是一千块 你就很高兴 觉得这么好吃 看起来不错一千块 结果你去店里头要取的时候 你才发现 你少看了一个零 那你已经订了你一定要付钱啊 所以你本来是很快乐的 以为我赚到了 结果现在你要多付十倍 是不是从本来的乐就变成苦了 所以这个叫坏苦 因为它有变化 而且它是变不好 它不是变好 它是变不好 让你的心情各方面的感受度 是变差的 所以这个叫坏苦 它会变坏的 另外一个行苦就是不苦也不乐 也没什么好也没什么坏 所以苦苦坏苦跟行苦 所以这个坏苦就是从乐衍生出来的 因此我们说乐即生悲 那因此你在喊 你就觉得你很快乐的时候 这个乐其实本身就隐含了苦在里面 只是我们的心不够细 就会觉得我很快乐 实际上它是隐藏在里面的 那这个行苦就是不苦也不乐 所以它这个行就是一种行阴千流 你看这个前面这个行韵 行韵色受想行事 刚刚我们有讲行有一个定义叫千流 那于是它就一直在这里打转打转 你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苦啊 或者特别的开心 可是那种某种程度的无聊 这也是一种行苦 所以你要是没事做 然后时间太多 不知道要怎么办 觉得人生实在太无聊了 这就是一种什么苦 行苦啊 好 那这样子三者的关系有没有连起来了 行之行就是刚刚讲的 千流造作 而且会牵引之后的果嘛 它有招感的果报 那行韵当中的行 行就是说 像譬如说我们讲十二因缘的这个行之好了 你有无名 行就是你要去规划 你要去计划 你去动作 你这个意志力在招感之后的你要做的事情 行 所以这个是行之 我们下周在讲十二因缘 一念十二因缘的行的时候 我们再把行讲得更清楚一点 最主要它还是一种 刚刚讲的是夜行 然后你如果是就心念来讲就是你的意志力 你心当中你在动念头你要做什么 这个也是行的部分 所以当我们看到行这个字 其实它的意思都是一样 就是动的意思 就是动 所以既然是动 它就是有一种夜 那所以五蕴当中的行韵 跟三苦当中的行苦跟行之 这三个其实讲的行是一样的 同样的意义哦 这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的这个图 十二因缘图 十二因缘图 我们刚刚讲的十二因缘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只 无名 所以这看得清楚 好 所以这无名这里就是有一个人 他拿了一只 什么 对呀 他拿了拐杖 所以代表就是这个人他是瞎子 他是看不太清楚 对他眼睛看不到 所以他拿着拐杖 所以这无名代表就是你看不到 是一种昏暗黑暗的状态 下一个 下一个 我们刚刚说行有造作的意思 那所以这个人是在捏陶 他这边这个工匠他在捏陶 这里有陶图嘛 然后他在做陶罐 然后这边是已经造好的罐子 所以行就是造作的意思 造业 那你可以造这个陶罐 造了你可以里面装宝物是你自己用 那么造了你也可以来装食物拿去 共佛共僧 它是不是意义就不一样 嗯 好 同样都是成装 但是成装的内容不一样 还有你的心念不一样 第三支 十二有知的第三支是 士 在佛教里面常常把我们的心意 是用什么动物来形容 猴子 心原意 麻麻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支 猴子代表我们的心意 是喜欢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没有办法定 下一支 第四支 名色 名色 刚刚讲有生跟心 他还不够成熟 所以我们只有名字 但有名字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名色要 就是说我们今天从 世 投胎 然后到了这个生跟心的状态 那我们要过渡到 好像越来越成熟了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用这个 人 然后搭船要过渡的这个概念 好 下一个 六入 这一栋房子有几个窗户 几扇窗户 六个窗户 窗户你是不是内跟外的隔绝 也是连接 所以我们刚刚讲六入 根 层 还有 是 三者相和和 那个就是下一个的处了 所以六根就是用这个六个洞 房子的六个洞 代表 就像我们眼睛往外看 耳朵往外听 鼻子 舌头 是不是都有洞 嗯 然后身体有没有动 有啊 你有毛细孔啊 嗯 那 眼耳鼻舌生意的意有没有动 腦洞大开 没有开玩笑 好 那这边呢 就是处 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接触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感受 你这个接触的感受是最强烈的 好 那最强烈的下一个瘦 什么瘦呢 你看这一个人 刚刚那个触抱在一起 那个是生的接触 好 所以呢是生触 那这里呢 这个瘦 我们刚刚讲啊 瘦你有苦瘦 乐瘦和 不苦不乐瘦 那一只箭刺到你眼睛里面是什么瘦 苦瘦啊 而且是苦不苦很痛 一定很痛啊 好 所以这个就是最强烈的 用这个最强烈的瘦来代替 这一个是什么 欸 对 爱 为什么 这你们可能看不太清楚 这一个人 你看他翘脚 翘着二郎腿喔 代表是不是舒服啊 是啊 因为他在喝酒 摊杯 所以这个爱 是喝酒 摊杯的意思 所以很开心啊 这里有一个酒罐 然后这里有 一个酒罐 然后手上拿了一个杯子在喝酒 爱的下一个是什么 取 取 所以这是一只什么 猴子 看起来好像人 其实是 应该是猴子啦 他在取 那个树上的 他没穿衣服啊 人一般会有穿衣服吧 这应该是猴子 所以他在取树上的果子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的是取 直取嘛 那你喜欢 就会去取 就像那个 那个摊杯 你就要去拿酒来喝 那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天人跟阿修罗在交战 那天人喜欢阿修罗的美女 阿修罗喜欢天人的美酒 是不是都是一种取 爱跟取 我想要拿到 所以才会打仗嘛 所以从 因为贪爱 各自的贪爱 贪美女跟贪酒 所以你想要去抓取 就是取 就是从爱到取 然后有是什么 就有战争 爱取有 是不是一个接一个就产生了 取 然后有 这个有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女人 大肚子 就是他怀孕的意思 所以代表他既然有 那怀孕的接下来是什么 生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人 怀孕生了小孩了 小孩在哪里 可能是这一个吧 看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 就是 那个 有毯子 被子盖着他 然后生小孩 生的下一个 嗯 对啊 这个我们刚刚是不是看过了 对 老死 要背着一个人 一个尸体 到山上去 天葬 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六道轮回 其实这个就是生死大神 这个死神在咬着我们 在咬着这个 从贪嗔痴三毒 到黑夜 白夜 到 产生我们投胎到六道当中轮回 这其实会在轮回当中打转 就是根源在于我们有无明 行 是 明色 六路 处 受 爱 取 有 到生 到最后的老死 悠悲苦恼 好 所以这个是六道轮回苦 那如果我们要出六道轮回苦 我们就是要修行 那修行就是按照佛给我们的指引 然后去 看到外在的整个的圆起法 这是外在圆起法 然后我们还要反观看到我们心当中的 这个不断的一支接着一支的圆起 这样子我们下礼拜我们就来看我们心意识的 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圆起 然后如何来从这圆起当中去修行 来出轮回 好 那我们现在先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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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